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一下这个省份 河南省属于北方地区 地处我国中部总面积16.7万平方千米 人口约10,852万人 曾经是全国人口数量最多的省份 2018年的GDP总值达48,055亿元 河南省人多地少 可耕种的土地不能满足巨大的人口需求 所以该省外出打工的人特别多 因此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就是河南人很拼 河南省有105、207、343等23条国道 京广铁路和徐兰铁路纵贯该省境内 还有发达的轨道和航空 这些便利的交通为河南人去祖国各地发展打下了基础 勤劳一直是中国人民的优良传统 这个特质在河南人身上尤为突出 每个背景离乡去外地打拼的人都带着自己的梦想 活跃在祖国各地 河南耕地虽然比较少 但是旅游资源可不少 河南洛阳曾做过许多朝代的都城 是个地道的历史名城 这样的历史名城在河南省并不少见 因此有很多风景名圣 比较著名的有白居易故居 白马寺 老军山等 不管是人文景点还是自然景区都别具特色令人向往 河南的老军山 据传是道教文化的发祥地 山中有16座庙宇 每座庙宇的主题都不同 有宗教倾向的朋友不妨易游 老军山上树木茂盛 山石巾由山泉流出 有的山崖挂着瀑布 山上起雾时如心境一般 老军山山顶的风光也极好 去河南旅游的朋友一定要去山上看看日出 看过后你的心境会开阔很多 烦恼也变得淡薄了 因为在这神奇的大自然面前 一切都变得渺小了 你想不想试试呢 好啦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要和小可爱们说拜拜啦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希望每一位来过的朋友们评论转发以及关注哦